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块相同的显示器背景板 还有一个大门 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显示器 还有一个标准的背景板 还有三块地台的背景板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家伙 他究竟是如何拼装的吗 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在显示的过程里会有一些费力 所以大家先量就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拼这个显示器 这个纸质首先我要说明一下 它这个纸质是经过处理的这个纸质 整体的面上它是有这种油亮的感觉 虽然是印刷的 它上面像镀的一层膜 感觉很厚实的一个家伙 它的安插方式呢 也就是通过凸和凹的一些折叠来进行安插的 所以这些地方呢 只需要通过这个边缘线的白线折痕 来进行一个密合 它就可以进行一个安插 这个安插的方式还是非常简单的 OK我们就简单来折叠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今天是在我自己的单位录的 所以呢这个收音和这个设备呢 并不会是很妥善 希望大家能量解一下 这些地方该折的就折 在我折了几次之后 我发现这个家伙的纸质真的是非常好啊 好到把玩时候 它都不会起这种翘边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这一点也是非常OK的啊 这个家伙就有一点像我们小时候拼的这种纸板类的东西啊 它是很有意思 拼揍起来的时候是需要一点耐心的啊 毕竟是小手工之类的东西 所以呢拼揍起来的时候 还是需要一点耐心和专注度的 才能更好的拼成这个家伙了 好OK 那它的这个鞋上器鞋上一号就拼手了 边缘这个地方 没有没有安插好 不好意思 好 安插了安插 这样就安插好啊 OK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拼插一个这个弹幕啊 它附带了两个这样的板是通过一盒来进行一个安插的方式 也是比较简单 它边缘是有这种白线的啊 所以呢 它这个边缘的白线呢 你只需要折过来 而且呢 它内侧是有一个压好的一个内骨线的 所以这样做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很简单啊 就可以把它安插上来 非常非常简单 也很容易操作了 好 咱找了一个门一样的东西啊 我们来简单的进行一些搭载吧 这个东西呢 它是可以随意随意的平搭的 所以呢 这个是没有要求说 它必须怎么样折 必须怎么样折 所以呢 看各位好朋友对这个摄影的一个要求啊 但是这个家伙啊 真的是非常大啊 这一个一大箱也很沉的一个家伙 个人建议啊 把这个地方插紧之后呢 稍微折一下 你要看它翘起来之后呢 可以拿这个双面胶啊 给它稍微粘一下 这样呢 它就不至于会 哎 都散掉 这边也是一样啊 这个横的地方 要折住 你横着插这个家伙 要比 竖着插这个家伙好翻一下 好 让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侧呢 就是把这个地板呢 铺两块儿 OK 这个地方呢 你自己要快造型的时候 尽量的压一压 压一压的话 效果会更好 好 再找一个写亮器的 铺一压 再要做一个转尺 好 简单呢 就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样子的展示 接下来我们会看一下这个玩具 它的背景板的一个细节 好 接下来回到视频前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款背景板的一个具体效果 刚才呢 已经简单的给大家粗略的做了一个组装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啊 我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桌子啊 大约是在一米五左右 所以呢 整个背景板充实在这个背景里是非常巨大的 那整体的显示器啊 显像的一个感觉也是非常好 整体的涂装呢 它并不是像这个橘黄色那种 它是稍稍偏暗的那种 有一种类似于做旧的 一个指的颜色的材质 也是还原了电影中这种 经过了战损啊 经过了变金刚的一些战争 留下的这个方舟的一个痕迹 大体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我还剩下好几块板 没有进行一个安插 这个东西呢 就相当于我们的积木一样 是随意的安插 所以呢 并没有说完全的是一样的 我们来环顾一下啊 我来看一下 这个边上呢 也是有这个显示器 还有这个刚才忘记介绍了 还有一块组装件啊 它是我放在这个底下 然后这一侧呢 是一个门 然后这一面呢 是一个主显示器 这边还有一个液晶屏幕啊 一个感觉 当然我现在手上没有一个 非常好的玩具呢 做一个比例的搭载 但是呢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大圣的手在这啊 大约一个MP10的一个大小 就是这样 那22呢 也就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这个家伙 足够是可以容纳 非常多的场景 那今天的分享 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关注我的视频空间 也可以扫描一下 视频下方的二维码 进行关注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